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你们来到西谷基督徒聚会三谷分堂 这是西谷基督徒聚会在社区拓展所值的第一间分堂 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同样这个大使命也在西谷基督徒聚会众弟兄姐妹的心中 在西谷基督徒聚会25周年之际 圣灵又把同一心灵高举基督 同一脚中拓展神果的使命 放在牧者和同工及弟兄姐妹的心中 不但提醒我们也是催促我们 在基督的大使命上和基督身体的见证上 要持续的往前 2018年底在牧者及同工们的祷告鼓励之下 一群弟兄姐妹在三谷地区 以福音中心的形式开始拓展植堂 救助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该地区能够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借着网络我们开始了西谷基督徒聚会三谷分堂的网络主日聚会 在每个月的第三周早上的九点半到十一点钟 盼望随着疫情的减缓 我们能够开始线上和线下的同步的主日聚会 若是你和你的朋友住在东湾的三谷地区 正在寻找一间新的教会 请给我们联系 非常期待和众弟兄姐妹一起 在神家里面追求 在神家里面侍奉 在神家里面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 将神的应许之地变为交掌手踏之地 阿们 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在一夕耶稣的第三十六章九到十一节 看那我是帮助你的 也必向你转意 使你得以耕种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 在你上面增多 乘以有人居住 荒场再被建造 我必使人和牲畜 在你上面加增 他们必生养众多 我必使你照旧有人居住 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 你就知道我是耶稣华 那弟兄姐妹 那这一处圣经呢 我想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并不陌生 那这是伊西节的就是所写的 那在三十六章 就是九到十一节 这一处经文呢 是神让伊西节 就是来对伊斯列民说话 就是要把神的心意 那要传递给当时的 就是伊斯列人 当时的犹大人 那因为当时伊西节做先知的时候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 如果你去看伊西耶稣的时候 你就知道伊西节和但伊里 其实他们都是被掳的先知 所谓的就被掳的先知 就是说当他们蒙昭做先知的时候 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他们的耶路撒冷呢 就是已经被外邦所侵占了 那他们呢 就被掳掳的外邦来去居住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 国破家亡的 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光景当中 神呼召伊西节起来服侍主 神呼召伊西节起来 为他来做见证 那不但提醒伊斯列民要回转 不但提醒伊斯列民要依靠神 那同时也带去神的安慰 也带去神的鼓励 那在三十六章三十七章 那就是伊西节书里边 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是我们做神的儿女 非常喜欢的一处 是一段的圣经 三十六章 神借着先知提醒伊斯列民 就是神没有放弃他们 神爱他们 并且也告诉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遭遭患难 那到了三十七章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伊西节在意象当中 看到怎样呢 就是那个满山遍野的海谷 英卓话语的领导 英卓气息的领导 都要这样 就是从使命复活 海谷要成为其他的军队 那这些呢 那其实都是预表着伊斯列 在神的面前的 就是时而复活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预言 这样的一个祝福 好使当时的伊斯列人 不失去盼望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也借助伊西耶稣 三十六章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来彼此的勉励 来对应我们今天的生活 那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生活 来讲 虽然我们没有落在像伊西节 那样的困难当中 无破家亡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也经历了很大的不容易 疫情使我们都被禁足 使我们失去了很多的一些的 过去的一些的生活方式 甚至我们的聚会都没有办法 就是像过去一样 能够弟兄姐妹在一起 能够面对面 能够一起来敬拜神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透过网络来敬拜神 那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面对的挑战 那还有呢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这个期间失去工作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被感染 甚至是自己的亲人 或者说自己所认识的人 也因着这一次的疫情 可能会这样失去生命 那这些难处或者这些挑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在这种光景当中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神难道是不爱我们吗 神难道是远离了我们吗 神难道是就是把我们忽略不计 不管我们了吗 我想可能当时的伊斯利人 那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光景 所以神借助先知 伊西洁就提醒当时落在流利失所 国破家王极大难处当中的伊斯利人 说看啊 我是帮助你的 我必怎样向你转意 使你得以耕种 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神再一次的借助先知 伊西洁提醒说 看啊 就是我是帮助你的 看啊 我必向你转意 看啊 我使你得以耕种 弟兄姐妹 你想想 当神说 我是帮助你的 我必向你转意 使你得以耕种 对于当时的伊斯利人来讲的话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弟兄姐妹 也许他们在被掳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们会埋怨说 神啊 你在哪里 你怎么不管我们 神啊 我们祷告 你怎么不听 我们会怎么会落在 这样的一个难处的里边 可能会落在埋怨的里边 当神说 我必这样 就是向你转意 那在那个时候 我想对于伊斯利人来讲 不但是一个安慰 也是一个提醒 神要向我转意 神要向我转脸 神要用什么样的脸来对待我的呢 是一个愤怒的呢 还是一个笑脸 我想对当时的伊斯利人民来讲的话 我想他们的心情怎样 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一些的 就是心思或者是一些情绪 在他们的里边来翻腾 神最后又说 使你们得以耕种 弟兄姐妹 当他们被掳之后 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家园 已经变为荒场 那么在这个时候神说 我要使你这样 在你原有的土地上 也就是神说应许给你们的地方 应许之地 再得以耕种 谈到耕种的时候 就讲到什么呢 就讲到说 过去的那个荒场 今天呢 就是你们可以在其中耕种 不但在其中耕种 你们也可以在其中收获 这个就预表着是什么呢 神没有放弃 没有利器 落在难处当中的 以色列人 神说我要向你转脸 我要把你带回 使你回到应许之地来耕种 弟兄姐妹 借着神对先知的 就是吩咐 对以色列人的 这样的一个提醒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勉励 那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神 是一位信使的神 弟兄姐妹 当我们落在难处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落在挑战当中的时候 或者是落在一个 就是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的里边 要选择或者是要宣告说 我的神是信使的神 我的神是爱我的神 我的神是帮助我的神 我的神必定用笑脸来这样帮助我 我的神是使我得以转回的神 那弟兄姐妹 信使 当我们谈到信使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信使的神 什么是信使 简单来说信使就是说话算数 那弟兄姐妹 神是说话算数的神 那同时呢 也提醒我们 那神的应许 那都是算数的 无论我们今天多么软弱 无论今天我们多么的疲乏 神在基督里边 所应许的这样呢 都是是的 都是要成就在他的旨意当中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先知被提醒的时候 说就是看到我是帮助你的 我是向你转意的 使你得以耕种 弟兄姐妹 盼望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宣告 主啊 你是帮助我的神 神那你是向我转移的神 神那你是使我得以耕种的神 那无论是你个人 还是家庭 还是我们在三股的拓展 那看到我们在三股的拓展的时候 那的确我们也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场地 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来兴起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区 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外面有疫情 还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包括今天的人心的刚硬 似乎在我们来看 王前所走的每一步 每一次的拓展 耕种 或者说是王前 都是那么困难 这是一个事实 或者说这也是我们真实的光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不要忘记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在南中当中 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便重新得利 若是我们知道 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就能够怎样 靠主王前 我们若是知道 神是向我们转移 使我们耕种的神 我们就知道 我们必定进入基督的丰富 必定在神的应许上是有份的 那保罗提醒我们说 弟兄姐妹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助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 在这里让我们不但看到 神的应许都藏在基督的里面 神的应许都在基督的里面 并且这样呢 保罗说 都是实在的 在这里我就想到 弟兄姐妹常说的一句话说 我们得若耶稣就得若一切 得若基督就得若至宝 圣经那边也有些 那个诗歌说 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 那你会发现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似乎是让人觉得 哎呀在情感上好像很肉麻 好像是觉得 在情感上觉得是那种 很爱的那种表达 其实弟兄姐妹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 爱的一个表达 其实也是一个应许 当你有了基督的诗歌 你就有了一切 因为在基督里边的应许 都是围着奉他的名 领受他救恩的人所预备 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大财主 那他有很多的家产 那在他晚年的时候呢 那由于 就是自己没有孩子 他就贴一个告示 他说呢 我要把我的家产呢 就是给有需要的人 若是你有需要 你来我家里来拿 就是你喜欢什么 你就可以拿什么 那么这个告示一贴出去 你想而 你就能够想象 有很多的人 到了家里边来 说哎呀 你们家的这个餐桌不错 他说你带走吧 有人说 哇你这个书架不错 带走吧 有人说 哦你这个家里边的 那个粮食很多 说你可以随意拿吧 就这样有很多人 从这个财主家里边呢 就带走很多的东西 赵罗自欺所需要的 带罗期待来 高高兴兴的回去 那有一天 来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也到这个财主家里边 那这个财主就问他说 年轻人 你想要什么 他说 我想要你做我爸爸 那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好 那我做你爸爸 然后呢 当他有这样的应许之后 他又贴了一个告示 从今以后 我们家的东西 不再往外给了 为什么呢 他是要把他所有的东西 这样留给他的儿子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 是承受产业的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 也是神应许 神基督丰富的一个继承人 所以保罗说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助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 神的应许 要在我们身上成就 我们的使命 就是让基督 因着我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 神的应许 不是为了满足于我们的虚荣 神的应许 也不是满足于 我们与别人的比较 我们比他们更丰盛 更丰富 神的应许 乃是让我们承受 他丰富的生命和产业 目的乃是让我们 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所以 为了你今天所有的 不但感恩 也要为了你所有的 就是来为基督 来做见证 这是第一个 让我们看到 就是神的应许 是信实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彼此的勉励 神的应许 是信实的 我们看第二个 神的应许 不但是信实的 神的应许 神的祝福 还是丰盛的 在 一新耶稣三十六章 一开始的时候 三十六章 一开始的时候 神就借着 先知对 以色列人说 如果你看第三节的时候 我就 因为经文很长 我就做了一点揭露 就把重点提出来 那你回去 可以看一下 主言话如此说 因为仇敌 使你荒凉 这是 三十六章 一开始 告诉当时的 以色列人 使你荒凉的原因 是仇敌 不是神 那第二个 就是到第十节 神就应许他说 我必使 以色列全家的人数 在你上面增多 我必使人和牲畜 在你上面增多 他们比生养众多 并要赐福于你 比先前的 更多 弟兄姐妹 在这短短的 两节经文当中 你会发现 有一个相同的词 就会出现 增多 加增 众多 更多 这是代表的是 一个什么呢 这是代表的一个 丰盛 神不但要祝福 以色列人 神的目的 还要让 以色列人这样 所得的祝福 比先前更多 神这样爱 以色列人 弟兄姐妹 神也是这样 来爱你 来爱我 记不记得 在圣经当中 在旧位当中的时候 先知 就是 伊丽莎 遇见一个 就是寡妇 记不记得 那个寡妇 她的那个 丈夫死了 她带了一个孩子 在那种极其 困难的过程当中 那个就是 先知来 为她祷告 来祝福她 以至于 使她 就是那个 家里边 能够 就是得益丰盛 环境的转变 先知对她说 他说 你可以把家 那个家里边的 那个器皿都拿过来 然后我就 为你祷告 使那个油 来充满了 你的那个器皿 记不记得 这个故事 当最后的事故 当先知 围着一家 祷告的事故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他们家 所有的器皿 这样 都满了 先知问 还有没有器皿呢 他说 没有了 当他们说 没有器皿的时候 那个油这样 就停止了 弟兄姐妹 如果他家的器皿 还有 他预备的更多 他的器皿 预备的更大 他承受的祝福 他承受的恩典 就会更多 就会更大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 我们这个人啊 就是承接 神祝福的一个器皿 所以为什么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果 和神的义 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 都要嫁给你们了 什么意思 就是要扩张我们的 怎样 胸怀 当我们脸中有神的果的时候 弟兄姐妹 代表着说 你那个器皿被扩张 你那个器皿是大的 你的眼光是远的 你的胸怀是广的 那神说 我要祝福你 所以呢 神的心意 是让你 让我 得比先前更多的祝福 但是多少时候呢 我们预备的器皿很小 我们就拿一个杯子 说主啊 给我一杯就好了 主说 我给你的不是一杯 我给你的是活水的泉源 你所预备的 不是一个杯子 你所预备的应该是一个管子 你这个管子应该怎样呢 接到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上 是不是这样呢 弟兄姐妹 你看从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常常说 主啊 祝福我的工作 主啊 祝福我的孩子 主啊 让我身体更健康一点 让我经济更好一点 让我的家里边更和睦一点 这些好不好 都很好 神喜悦站在祷告嘛 喜悦 但是呢 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里 我们应该说 主啊 使用我们的家 主啊 祝福我们的孩子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这个时代 基督荣耀的见证 就是我们要有更大的 就是那个 那个 属灵的看见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 更大的属灵看见的时候 就带来更大的祝福 当你带来更大的祝福的时候 你就在祝福当中 在来扩张你信心的这个气密 也在扩张你的家 你儿女们 一个存在祝福 与主同行 为主所用的 这样的一个气密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我有两个同学 当时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其中一个同学说 毕业之后呢 我要开一个神学院 当时我听到这话说 开什么神学院 就是心里边 我说我其实是 是不信的 或者说是 觉得是不可能的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那个眼光 是很局限 我的那个度量 记名是很很小 我觉得神学院毕业 可能就在一间教会 就就做传道人 就传福音 代表弟兄姐妹爱主 可能就是这样 当我那个同学说 他要开一个神学院的时候 我是在我的里边 我是不信的 或者说 我是觉得不可能的 但是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在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 五年的时间 他真的就办了一间神学院 而且培养了很多工人 弟兄姐妹 他有这样的看见 神就给他有这样的预备 在信心上的预备 在机会上的预备 在就是那个能力上的预备 那当时候满足的时候 他就成为 在这个侍奉上的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里边 我们要说信心的话 要说鼓励的话 因为神要给你的 给我的 比先前这样 更多 所以让我们看到 先知在这里提醒 百姓说 仇敌使你们荒凉 但是我们的神 却是这样 要使你得更多的祝福 要把那个恢复的恩典给我们 在约翰福音 就是第十章第十节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耶稣怎么说 他说盗贼来 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弟兄姐妹 盗贼来 偷窃杀害毁坏 让我们落在荒凉的里面 但是我们的主来了 让我们得生命 不但是得生命 而且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只锦停于我们蒙恩了 已经得救了 我们就不追求了 不往前了 不去侍奉了 弟兄姐妹 那实在是可惜 实在是可惜 那就好比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们当地啊 就是有结婚就要摆那个喜酒 就是朋友就会请朋友去吃喜酒 你知道当时啊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很穷 但是就是当结婚摆喜酒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一家是比如一家丰盛 他结婚杀一头牛 我告诉你 等到另外一家结婚的时候 他不但杀头牛 他还要再杀头猪 就是预备那个丰盛的宴席 所以呢 当时最好的宴席就是吃喜酒 那吃喜酒呢 难免呢就会有喝酒 后来呢 我爸爸姓主之后呢 那他这样的呃 参加这种喜酒的场合呢 就比较少 但是呢 虽然是比较少的印度啊 就是朋友印度人情 那别人家结婚 你还要去祝贺对不对 你还要去啊 就是所谓的水礼 当水礼的时候 人不去呢 呃又不好 那后来呢 当给别人水礼的时候 就让我随着那些呃 做叔叔拜拜的呢 就跟着他们大人一块去吃喜酒 代替我爸爸 那那个时候农村很穷 哇吃喜酒 那是小孩子太太兴奋了 那时候就是生活条件那么差 能够吃喜酒 那是盼望的不得了 我记得每一次去吃那个喜酒的时候 呃 出门的时候 还有在路上跟着这些 那个叔叔拜拜的时候 他们也提醒我说 建许呢 前面上的菜慢慢的吃 不要吃太多 后边越往后呢 越好 越往后有什么肘子啊 有什么烧鸡啊 前面都是一些什么 素菜 所谓的开胃菜 那我们那边上酒席是 前面或者是四个 或者六个素菜 后边呢 再开始慢慢的上 那个 所谓的硬菜 那他的意思又提醒我什么呢 你不要 吃一点就吃饱了 你后面再想吃这样 就吃不下了 啊 因为你小孩子的 度量很小 丁姐妹 今天我们在鸡兜里边 我们不要紧满足于我蒙恩得救 我们要在基督里边这样进入一个丰盛 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 我来了不但是让你们得生命 而且让你们这样得得更丰盛 求助了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前面我们看到 神是信实的神 当我们在 难处当中 看见我们的神是 信实的神的时候 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能够像伊西姐一样 成为见证 你知道伊西姐的名字叫什么吗 伊西姐的名字在西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神加力量 神是兼顾我的神 弟兄姐妹 伊西姐在那个被掳的人群当中 伊西姐在那个就是 离开自己的国 离开自己的家 成为农历 当外邦人教导说 哎 帮助你的神 当外邦人教导说 哎 神是兼顾你的神 或者说他的同伴 也教导说 哎 神是加力量的神 神是兼顾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滑稽 就如同 那个亚伯拉罕 叫他的妻子 撒来一样 哎 多国之母 他的妻子叫亚伯拉罕 哎 多国之父 当他们在教的时候 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当别人这样 叫伊西姐的时候 自其是在 整个的一个群体 落在国破 家亡的难处当中 弟兄姐妹 伊西姐的名字 就是一个见证 因为他 看见了应许 他有神话语的应许 他知道神是信誓的 弟兄姐妹 你和我就是一个见证 当别人说 哎 张建勋 那我们给别人的 带去的是什么 可能后面说 哦 他是一个传道人 我们说 钱贫 那他会给别人带出什么 说哦 他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弟兄 等等 就是说你会发现 当我们这个人站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可能是好的见证 也可能是坏的见证 那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 能够成为基督 荣耀的见证 给别人带去祝福的 给别人带去怎样呢 恩典的 所以神应许 以西节说 说你的城里有人居住 荒场在被建造 神给他们的祝福是什么呢 必生养众多 并要赐福于你 比先前的更多 前面讲的城里有人居住 荒场在被建造 这是讲的恢复 你过去所失去的 今天节呢 在神的应许当中 我要恢复你们 恢复你原先该有的祝福 再一次的让你经历 流奶于蜜之地的 应许和祝福 记不记得在约尔书 弟兄姐妹 如果你去看那个 约尔书的时候 那约尔书第二章的 二十五节的时候 约尔怎么样对 当时的百姓来说 神的应许 他说就是蝗虫 男子蚂蚱 简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都要怎样呢 还给你们 神用这样的一个 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 你这个地 过去被蝗虫 被蚂蚱 被那个简虫 所吞吃的 你损失的 当时够满足的时候 神说 我要怎样 再还给你 使你再一次的 进入到丰盛 丰富 弟兄姐妹 我们多少时候 常常祷告说 主啊 复兴我们的教会 主啊 复兴我们的家 主啊 复兴我这个人的生命 什么叫做复兴 复兴就是恢复 恢复 你这个人 你这个教会 你这个家 在基督里边 该有的那个使命 该有的那个应许的祝福 该有的那个丰盛 过去 仇敌把这些 扑去了 让你落在荒凉的里边 今天在基督里边 这样 要被恢复 上个主日 我们都在讨论 和学习信任门训 对不对 第一课的 于牧师的分享 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和价值 当亚当失去的 犯罪失去的 神的应许和祝福 在基督里边 怎样呢 要加倍的 更丰盛的 来带给我们 所以保罗 在这里说 哥林多后书 第九章第十节说 他说 那次种给撒种的 次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 加给你们 种地的种子 弟兄姐妹 就是当你去 给的时候 你去撒种的时候 神说 我要多多的 加给你怎样呢 种地的种子 这也是圣经里面说 有的我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怎样呢 我连他所有都要拿去 所以弟兄姐妹 在基督的里边 不但让主恢复我们 也让主使用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撒种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 那个基督荣耀的见证 让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无论是我们个人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 弟兄姐妹 神把我们摆在三股 摆在三股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 这个地区更多身边人的祝福 让我们在这个地区 能够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弟兄姐妹 我们是围着这个目的 而来 我们也围着这个目的而追求 也围着这个目的 来彼此的勉励 一起在神家里面侍奉 求助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就是神的应许 最后 神一切的作为和赐福的目的 是叫我们认识 祂是耶和华 在三十六章 一夕耶稣三十六章 第十一节的时候 神这样对先知说 当这一切的事情 做完的时候 你看第十一节的时候 怎么说 他说我必使人和牲畜 在你上面加征 他们必生养众多 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 并要赐福于你 比先前更多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弟兄姐妹 那么神一切的作为 和赐福的目的 是让我们认识 祂是耶和华 那我们真的认识神吗 弟兄姐妹 我们认识 但是多少时候呢 我们又不认识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多少时候 就像我们 我们与神之间呢 甚至有时候就有一点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有一点像夫妻之间一样 你说你认识你的配偶吗 认识 了解吗 了解 但是有时候呢 你又觉得是呢 不认识他 还不了解他 对不对 那 多少时候 我们对神啊 有时候也是这样 尤其是在难处当中的时候 我们这样 似乎对神又不认识了 似乎对神又不了解了 但是当我们透过一件又一件事情的 经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哎呀 我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我特别喜欢 呃 约翰一书里边 约翰的见证 约翰当时怎么见证 他说 我所信的神 是我亲眼看见的神 是我亲手摸过的神 啊 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信的神 是真实的 是我所经历的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 不是一套的神学理论 或者是一套严谨的 宗教的礼仪 或者是教义 我们所信的神 是赐生命的神 是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 是可以经历的 是他在我们的心中 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神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医治 安慰 鼓励 平安 你就知道 你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在02年的时候 当时我心脏做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 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进入手术室 我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的时候 我就听到手术室隔壁 医生在准备那个消毒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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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手术的器件 你知道那个打开消毒包那里面的东西就就发出那种响声 虽然在隔壁 因为那个手术室是特别安静 我就听到里面吸了哈巴的响 在那种响的过程当中 我就特别的恐惧 弟兄姐妹 我是第一次经历什么叫做死亡的恐惧 就是那一次 我觉得特别的恐惧 我可能会死掉 你知道过去的时候 我没有这样的体会 就在那一刻 在恐惧的过程当中 弟兄姐妹 谁能够给我平安 没有人 纵然我知道手术室外边有我的同学 有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家里的人 但是他们进不去 就算他们进去 他说进去那你不用害怕 我能不害怕吗 就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祷告 我说神啊 你是一马内利的神 求你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我闭上眼睛 在心里面这样一个磨蹈 我转向神的时候 我就被极大的平安所充满 被极大的喜乐所充满 当这个平安喜乐 充满我的心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就是当时主导医师的 那个助理 就过来就跟我讲 也是一个年轻的医生 他就给我开玩笑 他说那个建勋 等一下我们就收拾你了 那我在手术弹上 我说哎呀刀下留情 刀下留情 不是好了 我请你们吃饭 弟兄姐妹 你能够想象 前一刻是在死亡的恐惧和惧疤当中 后边 能够给医生开玩笑吗 我就觉得 若没有神把那个平安放在我的里边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 因为神在那个恐惧的里边 在那个惧怕的里边 印度上的同在成为我的力量 换句话说 神的同在大过我的恐惧 大过我的难处 当我每每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 传福音的时候 别人说你拿什么证明 有神 我说我拿什么证明 我没有办法从我口袋里把神掏出来给你看 但是我所信的神 我经历过 我所信的神 我在我的生命生活当中 我遇见过他 我尝过主文的滋问 我知道是什么味道 弟兄姐妹 神一切的作为和赐福的目的 是让我们认识祂是耶和华 不但认识祂是耶和华 也让我们成为祂的见证 所以保罗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他 弟兄姐妹 求祂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知道他 什么叫真知道他 真的尽力他 就像约翰所说的一样 我所信的神 是我亲眼看见 亲手莫过 与我同吃同喝同住的神 祂在我的生活当中 不是在我的头脑当中 祂是一位有生命的神 不是一套理论 求祝来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盼望借着一夕节的勉励 我们来彼此提醒 第一个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神 祂的应许是信实的 第二个让我们看到 神要我们得的 比我们先前的更多 这是神要赐福我们 第三个 就是神一切的作为 和赐福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认识他 见证他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的心赞美你 主啊 我们爱你 因为你是 爱我们的神 你借着一夕节的经历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说看啊 我是帮助你的 我是向你转意的 我是使你耕种的 我要赐福你 以至于比先前的更多 你们要成为 我的荣耀的见证 使我们真知道 你是属 你是神 主啊 我们的神 我们谢谢你 我们需要这样的恩典 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 这样来经历你 主啊 也让我们能够成为 基督荣耀的见证 对着这个世界 来宣告说 我所信的神 是我亲眼看见的 是我亲手摸过的 是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所尝过的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带领我们 在拓展上 在追求上 在见证上 在爱你上 主啊 能够往前 主啊 在应许之地 主啊 能够与你同功同贤 主啊 我们的神 我们谢谢你 特别的 把我们众人 都交在耶稣基督 你的手里面 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 祝福 献上的 每一位 弟兄姐妹 听我们的祷告 如此感恩祈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